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祢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 并且共同来听祢的话语 主谢谢祢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 听见祢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在这里向祢献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是11月10号 我们今天的经段是 尼西米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苍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 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 其中没有破裂之处的 苍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 近以来我们在阿罗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 他们却想害我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 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 也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 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 手里拿着卫风的信 信上写着说 外邦人中有风声 迦斯木也说 你何由大人模反 修造城墙 你要做他们的王 你又派先知 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 说在犹大有王 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 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 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 你所说的这事一看也没有 是你心里捏造的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 意思说 他们的手臂软弱 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上帝啊 求你坚固我的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读到的 这些 当尼西米正在耶路撒冷城 他正在建筑这些城墙 而透过建筑城墙的起来 特别是当尼西米到这个 耶路撒冷的时候 这个工程异常的快速 进展的非常快速 以至于他周遭的这些敌人 就开始害怕起来 唯有这些周遭敌人害怕起来 才会千方百计的想要设计尼西米 而尼西米其实是一位很聪明的人 他知道他这时候 当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 有许多的人正在看着 他们在这里所建造的 首先他们用了一招 他们事实上 参巴拉其实就是撒玛利亚省长 而多比亚则是亚门这边的省长 而阿拉伯人基善 更是掌管当时 波斯帝国掌管阿拉伯地区的省长 所以换言之 都是在他周遭 在耶路撒冷的周遭的几个省的省长 这些省长他找了尼西米要去见他 一开始邀请尼西米去 而尼西米却借此把他推脱掉了 因为他知道他们说约去的地方 很有可能是要害死尼西米的地方 第二个他还特别邀了四次 四次没有办法的时候 第五次参巴拉甚至送了一封信来 而这封信上满是谎言 这些谎言是在说 而且还是没有封的信 表示什么 这封信如果送到王那边去 你这个尼西米就惨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封未封的信里面 就直接控告尼西米说 尼西米想要在耶路撒冷称王 我们要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王 可以容忍他的境内 还有另外一个人想要称王 所以这很明显是要尼西米走上绝路 但事实上这封威胁的信 到最后面 有没有寄到波斯王那边去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 尼西米其实跟波斯王一定有一个秘密的管道 他们有相同 因此尼西米其实 你说尼西米不害怕吗 是的 他现在在这里所做的事情 招惹了这周遭的神长的红颜 尼西米必然有害怕之处 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正眼睛张开 正要抓我们的把柄的时候 但尼西米在这里却恳求上帝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几段的经文当中 最后的一句话必然是尼西米的祷告 而尼西米向上帝祷告说 主啊你知道我有害怕 主啊你知道我的手 我们的手都会软弱 但求主你用你的灵 使我的手坚强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世上也经常会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会遇到许多的仇敌控告我们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 甚至当我们做好的时候 他们会对我们刺了眼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 是的 我们需要谨慎而行而说 但是我们有上帝可以依靠 更要紧的是 我们需要有上帝所赏识的智慧 求上帝赏识智慧 让我们可以清楚的判断 我们敌人想要拉我们去的显地 他想要设计我们的这个般的轨迹 都可以化为乌有 因为我们心深知 唯有依靠上帝的奈位 才能够真正得到上帝力量 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你的爱 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 上帝你在我们软弱怀疑的地方 正成为我们的力量 主我们更深信 是的周遭有许多人 我们有许多的仇敌 他们正眼睛睁大 正要抓紧我们的把柄 主就求主你怜悯我们的心 并且帮助我们知道 唯有你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 求主赏识智慧跟力量 让我们好去面对这些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